李世建平里面的诗言 这个地方都写出来了 第六个是知也 知今出发 第七个是光明也 见佛光明 真见到了 佛光长照 我们一般人见不到 为什么才能见到 他心情近 他有真诚 他有功尖 所以他想到佛光 第八出生死也 出生死 即涅槃国 涅槃是梵语 梵成中国意思 不生不灭 也有梵作灭 梵是灭烦恼 像小臣 见死烦恼断了 叫入半年半 小臣的半年半 大臣菩萨的半年半 要破根本不灭烦恨 才能够回归 回归长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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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大半年半 大臣的半年半 下面 第九 无碍影 索尽 无障碍 没有障碍 墙壁 你能看过去 大臣 大臣也能看透 没障碍 能看到 前面所说的 是否 一切诸佛着头 看你这个定理 修行的功力 定越深 越看它 破的障碍越多 这是说 无碍 第十 一切之业 这叫破音 皆破门之法界 不言献起 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能见 设法 无量无品 一切诸佛着头 统统见到 经缘 智慧言者 可 是为 是言中的 会言与止言 第六 是止言 一可解为 众生本有止 如来智慧言得下 那就是佛言 这是从 理上讲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 这一句 我们要记住 华言经上说的 修不透 从外来修 可以有一点 消声痛 不是真实智慧 那是错误的 佛法 跟一般外道不一样 就是 服从内修 服不从外修 完全是开发自信 破除烦恼 自信的智慧得向 自然现成 这才就是佛教 立开自信 无由一法可得 所以佛成为内修 经典成为内典 他不想外修 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求健康 求长寿 求脱离轮回 求疗生死 统统是在内 不在外 内里面 有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 无量向好 没有从外修 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这个如来智慧得向 那就是 佛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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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你真的对我来智慧了吗 你真的对我来智慧的 你真的对我来智慧了吗